他們現在雖然已經輸了一分 但是因為對方他是派出了他們的主將黃瑜傑出來 所以其實輸了這一分 其實相對來說不用顯得過大的壓力 還是可以勇敢的去挑戰 對 看能不能把雙打這一分要回來 也許壓力就落在他們對方那邊了 好 現在比賽準備要開始了 由永平高中的選手發球 好球 後面怎麼看這一球呢 這球中港高中的選手 他們一上來就很有效的準備 他們先做一個擺短 然後再盯一個長球去做進攻 一上來就來一個下馬威 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非常有自信跟視線 對 因為前面先輸了一分了嘛 所以我們能夠有效的一上來 就製造自己的技術 那是非常重要的 是 目前來到了2比1 由中港高中先拿下了2分 在這種比賽剛開始的時候 比賽的節奏非常重要 就像我剛剛說的第一顆球 中港高中的選手 他們就把比賽的節奏掌握在他們這邊 那因為一上來大家都還沒有適應對方 如果你能先掌握自己的節奏 那可能第一局你會打得非常順 這次的比數已經來到了3比1 所以你怎麼看這一球呢 這球永平高中也開始慢慢配合的適應了 所以他們進入了女生的淨台相持球 這也是永平高中的發球 這球對方發了一個半出台 但是進攻的時候沒有掌握好 把球拉得比較高 被對方攔截了下來 那就目前到現在的話 球評有沒有一些什麼建議 想要給我們的永平高中 永平高中 因為我有看到有選手是採用顆粒的打法 所以在面對顆粒的時候 你如果會怕你的搭檔 沒辦法適應顆粒的變化 我們就要多往另外一面去做擊球 擊球時間出了界 目前是5比4 永平高中目前最後一分 這球 這球直接出了界 超平你怎麼看這一球 這又是中港高中他們先發自人 先做一個控制 逼著對方掉位了之後再去做進攻 對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戰術 對 我們中港高中從這局開始呢 其實是打在一個比較強勢的一方 對 對 目前看來中港高中他們的節奏掌握是非常好的 對 然後接下來就看他們有沒有辦法 有效的降低自己的五位失誤 減少自己的失誤 然後再把節奏掌握到 那目前比數已經是7比5 中港高中領先兩顆球 中港高中的選手他們的擺短能力相對比較強 他們多用擺短的方式先去牽制對方 對 這就是一個揭發球判斷出球是不賺的球 進台去做一個調的動作 那在不賺的球的時候要做一個什麼調整呢 如果判斷出球是不賺的球 我們可能會去做直接進攻 去調或反手過來用擰球的動作 對 當然如果判斷模糊的話 我們會試著把球點放慢 把旋轉判斷清楚之後再去做幾球 因為如果還沒判斷清楚 就盲目的去接很有可能接一個高球 那也許這球高球影響的就不只是球 更影響到氣勢的部分 對 目前我們的中港高中 此起非常旺盛 已經來到了10比6 好球 又是一個擺短然後搶上手的套路 五分差中港高中拿下了這局比賽的順利 那目前球評看下來有沒有什麼建議要給永平高中的 因為第一局上去他們其實都還沒有打到很明顯的實力球 他們都是氣勢壓著對方 所以永平高中接下來要怎麼能夠把他們的一些比賽的節奏 調整回來然後自己去掌握這個比賽的節奏 以及在面對對方在做白短的揭發球的時候 適時的能夠把球點找到 對 腳提前的上去做一些應對 那在打桌球的時候 勢必會有一些運動傷害 那你身為一個桌球選手的話 需要特別注意哪些部分呢 運動傷害我們現在非常容易就會遇到 因為我們現在的球 改成是比較偏大一點點的新的材質 那對於旋轉上就會稍微降低 那對於速度以及每一板球的相似的板速就會提高 所以對於運動量就會直接的提升 那我們就是會盡量的去賽前把暖身 再去做得更完整 賽後的一些放鬆拉筋的伸展動作 我們也要再堅持一下把它做完 不要因為練完球很累了就有點偷懶 可以收抄很重要 對 那目前球場上呢 好球這球是有一個有一點幸運球 剛好把球打到邊線 對方沒有反應過來這球是有進的 所謂的Lucky Ball 那目前呢是由我們的永平高中發球 這兩個發球其實發得不錯 因為他們上一局發給左手的對手 他們發得太外角了 以至於對方接得非常的強勢 他們這局這兩個發球 他們嘗試把弱點發在偏中間的地方 讓對方只能以控制為主 不太能夠去大膽地做一些進攻威脅的動作 是 那比數一之前 一切已經來到了4比1 三顆球的差距 永平高中現在最需要的就是 盡快找回自己比賽的節奏 對 他們就是 可能 雙方配合的信心還沒有到 他們要敢打一點 腳要站得住 好 十分比數 這層比數已經來到了6比1 有5顆球的差距 相對打起來就是比較被動 對 所以他們要提前去把 發完球的銜接去想到 去掌握好 這層比數已經來到了7比1 中港高中这局比赛一开始 就来一个很强烈的下马威了 这点比数来到8比1 刚是中港高中的8球 中港高中在这局的比赛 表现球评你怎么看 他们这一局就是把自己再打稳一点 把自己优势的地方巩固住 然后再把自己的失误尽量能够避免 所以很明显他们在比分上 就可以拉得非常的多 那么这比数已经来到了9比2 刚刚有平高中要拿马下的1分 有平高中的8球 好球发完的去做进攻 这球好像是发球犯规吧 被裁判判的是中港高中的得分 已经来到了局面点10比3 中港高中的发球 对这球其实还不错 因为他们适时的把球速把节奏放慢 对方一级想要提前去做进攻 也许就造成失误了 对方的比赛 对方的比赛 因为反正对方已经10分了 再赢一分就赢了 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对就把球点放慢 一个一个打 這局比賽結束由中港高中拿下最強這局比賽的勝利 那其實在這兩局比賽可以看到永平高中的雙打部分是比較被挨著打的 他是比較處於下視的狀態 那剛剛球評也有提到他們必須趕快找回自己比賽的節奏 那在打法上面進攻上面還有沒有什麼需要做的調整 那給他們建議的 因為很明顯的看到中港高中他們兩位選手他們的默契是配合的非常的好的 所以他們要能夠有效的逼迫著他們的節奏打亂 其實我覺得他們可以適當的去做一些調整 弱點的調整或者是戰術上的變化大膽的去做發力 對 那我們的中港高中呢在這局比賽球評有沒有想要給他們的建議 中港高中嗎 對 中港高中的話他們因為他們配合的默契非常好嘛 那他們接下來就是要能把握住自己的得分 把握好自己的得分 有可能你一個失誤一個放鬆輸掉了一局 那未必這一局這一場會輸 但是勢必會影響到你對下一場球的準備 對 目前球員已經回到了球場上 游泳平高中的發球 而且拿球的是中陽閒選手 現在比數來到了1比0 這球球評怎麼看 這球又是中港高中他們一上來就把比賽的節奏找到 他們接發球看出這球發了有一點出台 他們趕快去做一個進攻 中港高中其實在調整比賽的節奏的效率是非常的快的 對 因為他們搶進攻的節奏非常的積極 所以一直在做進攻把對方壓著打 對方越打越虛 所以打起來他們就能夠把整場的優勢掌握住了 那目前我們的遠平高中喊出了暫停 對 遠平高中的教練他是喊出了暫停 他希望選手能夠放輕鬆去打 把節奏放慢一點 對 那球評覺得在這局比賽當中呢 贏球的關鍵大概是什麼 是比賽的節奏嗎 我覺得是雙方配合的默契 因為他們的一來一往 他們接發球完再去補板的銜接 而且他們做得非常的到位 對 沒有看出什麼樣的破綻可以去突破 所以一直壓著對方 沒辦法去做很有效的牽制 是 因為我們的球方球員也回到了球場上 進入這次的所有的暫停呢 也希望我們永明高中能夠進來找回自己比賽的節奏 現在就是考驗永平高中這邊 他們有沒有辦法把他們兩個選手的節奏打亂 對 讓他們看似放慢一點 或者是積極的去做進光 逼著對手把節奏打亂之後 也許機會就出現了 目前永平高中的發球 拿球是林順雲選手 還不錯 這球對方也是做一個白短的球 那我們永平高中的選手 即時反應過來 站上去趕快去做一個進攻 目前比賽到了4比1 永平高中發球 4球出界 5比1 4球的差距 4球出界 5比1 4球出界 5比1 中港高中的發球 好球 這球其實還不錯 他盯了一個半出台的長手 但是這球也剛好 是中港高中他們預設的戰術 他們等著你拉起來之後 上去做一個籃節 把角度壓開 在這局比賽其實 中港高中還是 中港高中 打得比較嘗試一些 對 因為他們的進攻端 積極搶上手的意識 非常的積極 對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看出 他們一有看到長球 一有看到高點 他們就去做發力 壓著對方沒辦法去做進攻 對 對 相對我們的永平高中 在防守端上就要更加的注意了 對 我們從揭發球上 就要去想辦法突破 當對方在擺短的時候 我們適時的就可以 上去做進攻 或者是在切長球的時候 我們要把角度以及旋轉 把它做到位 在防守的壓力之下 就會相信比較少 目前來到了8比4 有4顆球的差距 永平高中的發球 現在發球的是林軒宇選手 現在發球的是林軒宇選手 滿可惜的 這球是屬於永平高中 進攻的機會 失誤的部分需要再降低一些 對 對 因為他們可能因為緊張 他們的重心跟手的配合 沒有適時的到位 對 他們可能會手提前去做發力了 對 那可能一個動作不對 就有一點造成自己的信心減少 是 現在已經來到了 中港高中的局 末點 10比5 有5顆球的差距 中港高中的發球 目前11比5 由中港高中拿下了秩序比賽 這一場球很明顯 這一場球很明顯 就是中港高中的選手 他們在揭發球上 他們都以控制 把球先控制好 然後逼著對方沒辦法 即時的到位 然後我們再去找一個高點 去做進攻的發力